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8年9月27日 中国第一次完成太空行走 宇航员翟志刚在另外两名宇航员刘伯明 井海腾的帮助下顺利走出神舟七号飞船 进行了19分35秒的出舱活动 中国随之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术的国家 2011年9月29日 中国第一次发射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 这是中国空间站的起点 2013年12月2日 中国第一次发射月球车 玉兔号月球车 并于15日成功抵达月球表面 玉兔号是中国在月球上留下的第一个足迹 2019年1月3日 嫦娥4号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 玉兔2号开始在月球背面巡视探测 这是人类飞行器首次登陆月球背面 2020年7月31日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向全球提供服务 航天是人类共同的事业 大航天时代的到来 人类将共同见证 太空旅游 太空采矿 太空移民 太空能源 太空冶炼 太空制药载轨制造和卫星服务等科技实现 实现造福人类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致敬航天梦 致敬航天英雄